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Hydrogen Water 到底这个Hydrogen Water 对我们的健康有什么帮助 Hydrogen Water Bottle 刚刚浓重推出的清水瓶 它可以让我们家里喝的 煮过的水 水机挂粒出来的水 倒进去按一个钮 五分钟六分钟就可以帮我们做出一壶高清高抗氧 更安全 更稳定的这个清水 清分子水 那么从喝这个水 我们可以预防很多疾病 我们可以抗老化 可以让我们身体的血很干净 甚至可以提升我们脑部的记忆力 预防老人肢呆症 目前我们这个清水瓶的科技 我这几天调查了整个市场 我发现到我们这个清水的品质 我们讲第二 我目前还没有看到有低益的这个Quality 我们来了解水 水在我们人体 大家都知道非常的重要 因为它占了我们体重50-60% 甚至有些机构达到70% 那么儿童体内的水就更多了 高达80% 人呢 体内的水不够 就不会健康 我们的血也会浓 我们的大脑 差不多我们讲 全部都是水 85%是水 还有一个我们身上的东西 叫血液 更多水 高达90% 所以大家从这里就可以看得出 水对我们的健康有多么的重要 今天我们身上的水 如果是很肮脏的 肯定不健康 对不对 如果今天我们的水 身上的水 都是优质的水 很干净的水 我相信大家的身体都会很健康 有一句话说什么 好水是百药之王 坏水是万病之盐 这句话很有意思 接下来我们来看看 市场上目前我们所看到这个过丽水的水机的技术 已经是到了什么程度 大家我相信都有看过第一代的这个水机 对不对 早期的水机呢 它主要就是干净 它只要能做到干净就很好了 对不对 因为只要有干净 我们就不会喝到生锈的水 甚至我们自来水里面有很多那个corine 那个泥 它都会过泥掉 这个叫第一代的水机 最干净的水就是我们office常常喝的这个蒸馏水 对不对 Distit water 那么接下来第二代的水机也开始出现了 为什么 因为他们发现到很多人要喝水 他不是不要喝 他喝不进去身体的细胞 你给他一杯水 你逼他 他也喝不下 尤其是有慢性病的病人 尤其是糖尿病的病人 你逼他怎样喝水 他都喝不下 他一定要放一些茶叶啦 放一些什么东西进去 他才喝得下 让他的那个水有电解质才喝得下 有没有遇过这样的情况 有哦 所以第二代的水机就开始推出市场了 一般上第二代的水机 它都会把那个水分子变得更小 让细胞更容易吸收 基本上没有处理过的普通自来水 自己用水用火包包开的浑水呢 它都是12到15个分子 水分子粘在一起 很大团 所以很难进细胞 经过第二代的水机处理过后 它基本上变成小分子 少过9个分子 就很容易进入细胞 这是第二代的水机 那么第三代的水机是怎样呢 我相信有一些人家里有 有些人家里没有 因为第三代水机是要减性水 大家知道我们身体里面 如果体液是减性7到8或者9就比较健康 如果你身体是偏酸性 6点多 5点多 你就很不健康 这个大家都知道的一个尝试 所以第三代的水机基本上 在市场上都要5000块以上马币 才买得到减性水 不便宜 甚至有些要过万 那么第四代的水机是什么呢 第四代的水机就是今天我们要谈论的这个科技 叫做什么 Hydrogen Water清水 那么基本上市场上 你目前马来西亚找得到 有Hydrogen Water的这个水机呢 我最近也是看了一个市场 调查了整个市场 我发现到真正的Hydrogen Water的水机呢 价钱都不便宜 都是要超过多少 超过1万块 最近市场上有一架水机一直在起价 从18千起到19千 我刚刚有 几个华伴刚刚去买了这一台水机 买了过后是不错 它也有Hydrogen水 它也有抗氧化水 不过他们的这个指数没有这么高 都是600多而已 抗氧化也是大概5-600 那么今天等一下就看一下我们 DNG的清水瓶 到底它的Power Hydrogen 到了哪里 接下来跟大家讲故事 大家喜欢听故事 对不对 那么这个故事是关于世界有 三个地方出现了这个奇迹之水 第一个地方呢 叫做法国 法国的一个小村 1858年的时候 很久很久以前 有一个14岁的小女孩 她看到一个幽灵般的女人 她自称是圣母玛利亚 她也告诉说 那个地方有潜水 她叫她要去挖 然后她也告诉那个女孩说 她要建一个小教堂在那边 要让人家来拜 所以小女孩真的去挖了那个潜水 真的有水出来 他们喝了过后觉得 这个水好像很特别 那么附近的人全部来喝了过后 发现到很多病都改善了 很不管什么病 每个人来这边就是喝这个奇迹之水 我们讲圣水啊 所以一船十、十船百 每个有病的人都来这里喝这个圣水 结果呢 现在每一年啊 每一年平均有五百万人来这里喝这个圣水啊 很夸张啊 五百万人啊 大家想象一下 五百万人是多少人呢 所以这个 船开过后 到今天 她这个人潮还是不停 尤其是她附近的这个教堂呢 她有 记录了她的见证啊 有五十多个人的名字写在那边 这些是什么见证呢 这些是长期已经瘫痪了 不能走路的坐轮椅的人 喝了可以走路啊 这个真的很夸张的见证啊 第二个有奇迹之水的地方就是墨西哥 Mexico 一个叫托拉克特的小市镇 这个小市镇也是刚开始的时候有一些 住在镇上的好几位 就是鸡鸣 突然间发现到她多年的背痛啊 腰痛啊 有一些是有高血压啦 有一些是眼睛看不到啦 有一些奇奇怪怪的病突然间 好了 接下来她们就研究为什么 最近她们做了什么事情 为什么全部人的病 健康状况全部改善了 越来越健康了 后来她们发现到 最近她们挖了一口井 所以全部人喝了那个井水过后 很多病都好了 这个消息一传出去又不得了了 全部人都来啊 差不多每天都有几千人 上万的人来这里排队拿水喝 所以目前来到这个小镇喝水的人 已经有超过八百万哦 第三个有奇迹之水的地方 就是德国 它也是有一个小地方 那么这个山洞里面 她们发现她的潜水也是一样 眼睛瞎了都可以治好 很多背不痛啊 很多高血压啊 全部都好了 所以这个地方目前已经 被商业货了 被一个老板买下来 装她的水 做成空间水来卖 那么这三个地方的水 为什么这么神奇呢 喝了病会好呢 当然这个也引起了很多科学家的好奇 他们也做了很多研究 结果发现什么呢 结果发现这个天然圣水里面 只是跟其他的水 地方的水不同 就是它的氢含量 氢分子的含量特别高 就是它的水里面的 Hydrogen特别高而已 听懂吗大家 这个就是关于这个奇迹之水的 一些数据一些故事 那么回到现在 目前呢全世界 关于这个氢 Hydrogen的研究呢 已经有超过 1000分的研究报告 这个是非常吓人的一个速度 为什么 因为这个Hydrogen 被发现到今天 差不多才整十年而已 已经有超过 1000多分的研究报告 就是说很多人很有兴趣这个话题 对这个氢 对人体的健康有什么帮助 非常的 很想去研究它 为什么呢 这个就要从 一个故事讲起 他们发现到清水 你拿去 正在这个水果 它发现到不容易氧化 大家回家也可以做一个小试验 这个清水 你苹果切了 水果切了 放在空气中很容易变 褐色黄色 对不对 你正在水里面 它没有这么快 你正在Hydrogen water 它更不容易被氧化 所以他们发现到 因为清水是可以抗氧化 那么这1000分报告 其实刚开始都是由 这一个日本的 泰田陈南教授所发表的这个论文 引起兴趣 那么2007年7月份 日本的这个教授就发表了一个论文 在这个 自然医学杂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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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讲是全球最具权威性的医学杂志 可以抗氧在里面的这个论文 都是诺贝尔籍的 这些都是和 doctor很高级的人医生在看的 都是 不是可以乱乱 就可以放进这个杂志 所以这一篇论文下去 引起全世界轰重 那么这个论文讲什么呢 这个论文是讲 轻分子能够选择性的减少有毒的自由基 所以是一种既有疗愈性质的抗氧化物 对人体的健康大有帮助 简单来讲就是这个轻分子 可以消除掉我们身上的自由基 它是一个可以有治疗性的一个抗氧化物 对人体的健康非常的有帮助 所以很多科学家就很有兴趣 很多科学家机构可能也发现这是一个商机 所以他们也做了很多研究 目前在这一千份研究报告里面 有五百份来自什么国家 来自一个国家 来自中国 中国有五百份是来自中国 中国也做了很多这个研究 他们叫做轻分子医学 包括这一位大家都很熟悉的 中国国宝中南山印世 他对轻分子已经研究了好多好多年 所以大家有空可以上网去看到 YouTube你随便找都有这个视频 还有其他的专家他们也对这个轻分子 做了很多研究 尤其是清水方面 那么这一位专家他发 他讲只要这个清水 他们主要的研究是针对糖尿病 这个清水对预防糖尿病 非常的有帮助 因为他讲中国现在差不多三分之一的人 有糖尿病 如果这个轻分子医学可以 预防或者减少一般的糖尿病 那么就非常的不得了 很值得去研究关于这个Hydrozen 来我们回来看看一下我们的人体 大家都知道我们的人体 会有一个现象就是老化 每个人都会老对不对 那么人会老的比较快 是因为身体氧化的比较快 生锈的比较快简单来讲 因为在我们的细胞 产生能量的过程 我们细胞大家都知道 他要吸收氧气 他要有氧分给他 他就会在细胞里面的这个 叫做线粒体 产生能量 98%的氧气会被用掉 2%会变成这个自由基 所以每个人都会老化 那么健康的人 正常的人 做东西不敢的人 跟大自然很协调的人 基本上身体也会产生 这个叫SOD的抗氧化剂 来综合这2%的自由基 所以人就会健康活到老 125岁都没有问题 问题是现代的人 生活方式乱七八糟 该睡觉不睡觉 每天凹夜迟睡 抽烟看到吗 喝酒 不良生活习惯 精神压力 用太多 这些高科技的产品 副射的产品 电话 电脑 电视 晒太多 这个太阳 空气污染等等 造成了什么 造成这个 身上自由基很多 所以身上自由基很多 就等于细胞的杀手 因为 自由基过多 它会破坏我们的DNA 导致DNA损伤 变成DNA变异变种 我们就会产生癌细胞 或者它会损害到我们的细胞 让我们细胞的结构破坏 内脏也会损伤破坏 所以人体就 很多慢性病就出现了 这个就是过量的自由基危害 自由基会引起什么疾病呢 第一 会让我们的头脑老化 Parkinson 大家有没有看过老人痔症呢 这些失眠 UV 骗头痛 总之头脑的疾病 都跟这个自由基有关系 心脏呢 就很容易腮血管 每个人都有吃胆 过程吃乳 怪乳的食物 但是有些人会腮 有些人不会腮血管 为什么呢 那个会腮血管的 基本上 它身上的自由基是超多的 还有肾脏也会 得这些慢性 肾脏病 肾炎 免疫系统会变差 肺部很容易哮喘 过敏 支气管炎 皮肤方面 就很容易得这些皮肤病啊 产生皱纹啊 这些皮肤癌等等 内脏我刚才讲过了 都会老化 尤其是糖尿病啊 胰脏会损坏 肝脏也会损坏啊 很多啊 内脏都会老化 关节方面就很容易得关节炎 风势病等等 血管方面 里面的胆固醇也很容易升高 那个油啊 里面的油也会升高 肝油三肢也会升高 眼睛方面 如果身上自由基很多 眼睛也会产生黄斑病变 很容易生没 我们讲白内脏等等 所以听到这里大家都明白 身上的自由基一定要消除掉 如果消除不掉 就会有这些健康的问题 氢呢 Hydrogen 是人体最理想的抗氧化剂 因为它会和自由基结合 变成水 所以在我们人体 它就是一个很简单的一个过程 通过这个很简单的这个过程呢 就会把这个自由基的毒 综合掉 这边还有一个 特性啊 氢的一个特性 大家要注意 氢是 最小的 它盐质很小 比起其他的保健品 它很小 所以这个Hydrogen 它有一个 强效 渗透性 它也可以在很短时间 我们只要喝下这个水 很快就会去到我们前身的 每个细胞 它的 渗透性很强 尤其是 它分子很小 它可以 轻松穿透 这个血脑屏脏 我们吃很多保健品 补不到脑 简单来讲 只有那个 Jingo Blobal Extract 银性液精华 可以通脑血管 其他的产品要到脑都很难 不过你喝这个Hydrogen 水很容易就进到脑 所以它这个Hydrogen 水 对于这个脑的老货 Barkinson 老人治疗精 非常的有帮助 这个清水 大家要听懂 目前在这个医水界 他们也用这个Hydrogen 清在很多疾病中 慢慢的临床实验 发现到 对很多病非常的有帮助 我们来看一下 头脑的病是什么病 阿滋海默症 Barkinson 脑损伤 非常的有帮助 心脏方面呢 就是预防血管阻塞 非常的厉害 还有大肠癌这些 常常发炎 肚子整天痛的人 喝了这个清水 它就不会一直肚子痛 肠不会这么容易发炎 眼睛方面 肯定非常的有帮助 眼睛一直有糖尿病的人 眼睛常常会瞎掉 对不对 就是因为它血里面的糖分太高 血里面的水不够 如果喝了这个清水 眼睛就不会这么容易瞎 容易保护眼睛 不会这么容易得这个 四网末病变 还有这个胰脏 内脏 也不会这么容易发炎 肾病非常的有帮助 这个清水 来我们来看 我们D&G公司刚刚推出这个 Susolife 清水瓶 这个清水瓶 目前的科技 市场上我们讲 No.2 我还找不到No.1 主要可以帮我们消除这个 活性羊 消除这个自由基 改善认知功能 让我们的头脑更清醒 释放能量 让我们的细胞更滑化 促进新陈代谢 加强排毒功能 还有调整我们的体质 你喝了一段时间 我们的细胞会被保护 减少这个发炎 对抗这个过敏 非常的厉害 我们目前这个清水瓶的科技呢 真的你有去仔细研究 我们公司给的资料 你会发现到 它根本是一个宝贝 不得了 它显用的这个瓶的这个 材料呢 都是用这个 304的布锈钢 而且是很安全的材料 都是食品级的 我们的Battery 你充电一次 可以用15次 可以做15瓶的这个清气 清水 清分子水 我们还有一个消毒模式 我们还有那个button 你按久 它就会开始清洗 大家两个月洗一次就可以了 这个清水瓶不用每天洗 两个月洗一次 还有呢我们里面用的这个 这个电解片呢是采用美国的科技 美国来的这个科技 美国都帮BEM交换模的科技 都是好料来 而且我们的这个电解片都是用很厚的 很纯的 这个Titanium的 来接下来教大家来看 市场上这么多的这个清水瓶 hydrogen water 我们到底要买哪一种呢 我们又要用什么东西来跟人家比较 到底才知道哪一个hydrogen water是比较好的呢 今天我就教大家认识四个指数 大家要听清楚 第一个我们要比的呢 就是比它的高浓度的这个hydrogen 它的清的浓度有多高 这个东西呢只要用一颗测试器 一测试就可以看得到了 很方便 待会我会教你们怎样测 DNG的这个清水瓶有多高呢 基本上我们的氢 hydrogen 会从1400到1600 大家买回家去测试 基本上都最少有1400到1600 大家要买这个测试器 记得买正版的 基本上正版的才测试的比较准确 你不要买那些便宜的 没有Calibration的 市场上目前Standard的价钱是400多块马币 这一支 所以我们的只要按一个扭 6分钟 它可以帮你做一壶高达 1400到1600的hydrogen water 而且这个清水做出来 它的保存的时间也非常的久 市场上你去外面买到很便宜的清水瓶 基本上它要叫你马上喝 或者4个小时一定要喝完 不然的话 它就很容易 不见掉了 跑不见掉了 它Hydrogen測了就没有了 我们公司的清水瓶 你24小时过后 你再测 它还有90% 你过了72个小时 就是3天后 你测试它还有80% 非常的powerful 非常的强这个卖点 如果你们还有其他手上有买了其他的牌子 你们去测一下基本上都是几百的这个太多症而已 刚才我讲的那台十多千的他们也只是高达600而已 我们DNG轻轻松松就可以测到1400到1600 所以大多数其他的牌子 它有些也能做到千多 不过4个小时后每个就开始下降了它的指数 第二我们要比较的就是它的这个 ORP值抗氧化值 我们的DNG的也是非常的高 我们高达700多到800 OK 其他的牌子你会发现到有些才几十而已 它的测试的这个unic是negative的 negative的才是准确 24小时过后我们还有90% 一样 72小时过后我们还有80% 所以这个大家要记起来 ORP值 其他的牌子多数4个小时后就开始下降甚至不见了 为什么这么重要要保持24小时72小时 因为我们喝了这个水呢 身体需要2个小时来消化吸收 让水去做工 记得 如果你的这个水保存得太快 马上就不见到根本对身体起不到帮助 所以ORP值的负数越高 抗氧化能力越强 大家要记得我们普通的自来水是 真的啊 positive 400多的 一般的水积它会把它变成positive 200多 可是放进我们的susolite 清水瓶它就会变成negative 700到800 这个是分别 你去市场上买的矿泉水基本上它还是positive的 所以喝了身体也会有自由机会老祸 第三个技术呢 对我们hydrogen bottle来讲呢 大家要记得注意的就是 它有没有这个排气孔排掉这个臭氧 ORZONE 我们DNG是有这个排ORZONE的功能的 大家记得 也可以做实验来测试 大家可以去买那个臭氧的测试器 如果有臭氧的话它就会变颜色 我们公司也有做了一些实验 外面的牌子 它在产生hydrogen的水的时候 它也会制造这个臭氧 所以你一测下去它就看到它水已经变颜色了 我们DNG在分解这个水的时候 它是透明的 外面一般有臭氧的 你会看到它的水是浓浓的 不透明的 这个是教你一个方法 怎样坚定它有没有臭氧 第四呢 大家要比较的就是 当这个水瓶或者水机在制造这个氢水的时候 Hydrogen的时候 它会不会产生这个杂物 会不会有金属溶解出来 如果有金属溶解出来就不安全了 市场上有一些很便宜的 它们的电解片是用普通的金属 不是用美国科技 也不是用Bitanium 所以他们在做Hydrogen的时候 它也会掉出来 所以你用这个Meter TDS的检测 就知道有没有了 我们检测了都是零的 很安全哦大家 所以市场上的氢水平这么多 大家要比较 就以这四个指数来比较 你就知道哪一台是好料了 DNG公司它还跟大家 有这个国际保修 一年 一年里面只要不是 敲破 只要是机器故障 我们公司跟你一对一 换货保证 所以这个氢水瓶非常适合一家人 引用 希望通过今天的分享 让大家认识了这个氢水瓶 也希望这个氢水瓶 会帮大家 和你的家人 带来一个健康的身体 关于氢水瓶的分享 就到这里 OK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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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你想最快收到最新资讯 请记得按订阅和打开小铃铛哦